我跟你們一起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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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現在小小姐往前看往前跳 吃飯 松山市場裡的長廊義大利麵 老闆娘員經營咖啡館 由於業績不達理想 她變向五星級飯店師傅拜師學藝 每道料理皆是用心學習的成果 幾乎每一道每一道都要很仔細去學它的步驟 是是是 因為它都獨立的 對我們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義大利麵丁那幾種白醬 青醬 紅醬 大家好像耳熟能詳 其實每一道都要有很多它的妹妹咖咖對不對 是 像妳剛剛說連高湯不同的麵 是不是高湯也有 沒有 基本高湯是一樣 但是在 就是用食蔬 然後蔬果 所以這樣看起來 你總共的麵跟飯類 總共大概二二三十道 每一道都這樣好好去學習 是 是 這樣累積 你是跟哪邊的師傅學 我都是跟飯店的師傅 五星級飯店 除了義大利麵 為了使顧客在餐點上有多種選擇 老闆娘也向印度及韓國師傅討教 做法上使用天然無化學添加 使顧客吃得安心又美味 對 因為有米食嘛 要讓人家多選擇 就那印度師傅的話 他們都是從香料就開始教 然後教育我們都自己烤自己研磨 那印度師傅就送我印度的頭部 都自己磨出來 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這樣 然後像那個醃製那個雞腿的那個 軟化就是用優格 他就叫我們做印度優格 軟化 那像那個韓國的就用水果 梨汁啊什麼什麼 很多水果下去讓那個肉質軟化 那肉質軟化 因為以前就是不懂 就是照著做 就覺得 做那個實在 怎麼會去學這樣子 很費工 很費工 可是客人 他吃了他知道 因為他們客人就會覺得說他吃 他覺得他不會口渴 沒有 也希望說 小小的店 但是客人不嫌棄來到這裡 真的讓他們有一份安心的福 真的就是這種心 位於塔幽路上的人鄉麻油行 營業至今 將邁入百年的歷史 從羅太太祖父那一代起 便依照古法 堅持傳統方式製作 這個是新機器 所以這種地方才可以做 如果就型的話 一定要場地很大 但是不管新型就型 基本上都是遵循古法來製作 對 都完全沒有添加什麼東西 對啦 我們沒有 我們是用過濾的 所以你們做的油有幾種 四五種 香油 麻油 黑麻油 然後白芝麻油就是香油 對 然後花生油 苦茶油 對四種 那有混的油嗎 沒有 就是四種存的油 對都存的 在黑心油風暴席捲之下 民眾食品安全意識抬頭 人鄉麻油行的生意 也越來越新樓 最近因為有這個食安的問題 對 是不是會 對你們生活有影響嗎 還是說反而會更好 反而更好 對 因為本來沒有發生食安問題以前 我們不曉得說 他們是不用做 用混合的 他們用調的 對 他們是用調和的 我們是用一點一滴都要做出來的 所以他們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我們是做得很辛苦 因為客人不了解 是 所以發生的問題 人家會要求品質 他就會覺得說 真的還是 道地的啦 還是買 對 遵循古法製作的比較安心 對 所以生意可能會反而更好 比較好 南松市場吳秋景會長 從初中開始 便在市場幫忙爸媽賣魚 一直到婚後姻緣際會之下 他便和先生接下豬肉攤位 開始賣起豬肉 後來為什麼你改賣豬肉 因為這個攤的老闆 他回大陸 那時候可以回大陸了 他就攤位賣給我 對 然後跟我老公就開始賣豬肉 那家裡的魚就不做了 對 那我大嫂他們做 從賣魚到賣肉 也要一段過程 也要學嘛 對 生年多就跟他學 他是剪蜘蛛 然後破一半 然後破一半 那分解 那分解 對對對 不過一個女孩子賣豬肉 不會很累嗎 這樣要給他撲 那不會有這麼壯 過去市場人潮滿滿 後來周邊設置高架橋 使市場和住宅區隔離 生意就開始變差 攤位也相對減少 提及南松市場逐漸凋零 吳會長流露出不捨的深情 以前有258攤 現在剩幾攤 剩下86攤而已 是因為那些空地都變成停車場 對 年輕人就都老了 像我們這一代 就年紀那麼大了 現在這種 買東西的時候不齊全 對 如果你買 要買一個 像燕灘一個客人來買 他要買香蕉 我們這邊沒有人賣香蕉 那時候貴 沒人賣香蕉 或是不齊全 人家客人就不會來 想來了 那現在沒有人跑一趟 你可能 東西買不起 對對對 像剛才那個阿伯 這邊一定要買菜 他要給我買豬肉 還是給我買習慣 那還是有老客人會來 對 那為什麼還是 你們還是能夠把一些老客人吸住 我們人都是有人情味 然後我們跟他聊聊天 他把他的事情跟我講給我聽 我把我的事情講給他聽 然後跟他分享 然後對不對 然後他有時候東西不會煮 我們教他煮 他也會教我煮 在畫家常 另外就是長久買下來 對品質應該還有信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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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又通道 市場販賣的東西雖然不同 但卻擁有同一份替顧客著想的心